股Compate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 天利离岸6793公司主页为海上离岸风力发电关键零组建叶片之生产销售 RO 2017年为百分之负1.3逐年下掉 2019年为百分之负18.8 新贵日期2020年10月30日 目前公司财报资料不全 2017年以PS位-7.09之后逐年上掉 2019年以PS位-1.53公司运营逐渐变好 市场消息 天利离岸总经理萧维成表示 预计2021年3月专用机组软硬体设备就会陆陆续续运到台湾 开始在天利厂房开始组装与测试 4月厂房完工 预计6月完成预生产前所有模拟 开始生产台湾本土化第一支叶片 Sanlu表示 盼能在2022年达到最高产能 约一周生产4支叶片 学期曲线漫长却稳定 对于制造产业来说是重点 根据经济部工业局的产业关联政策 原本只要制作5座风机 15支叶片 后来委托天利制作张芳纪西岛 一共190支的叶片 一旦CIP另一项与中刚合作的中能离岸 封场融资到位后 MHI Vestas与天利光是在CIP的计划 就可以制造300支的叶片 天利回台设厂时 由云报能源的负责人 前民进党新潮流大老赖静灵 担任天利副董事长 直到后来女儿赖品于参选立委时 才辞去职位 风机叶片制造商天利离岸 6793T今年6月将开始生产 9.5MW的风电叶片 9月时渴望全产能生产 年产能将达180片 目前订单已排至2024年 把人看好 随着出货放量 天利离岸明年渴望获利 古坑Pitt建议 前副董事长政商关系良好 政策方向不会歪 可预期订单300片 年产能为180片 最少可撑两年营收 目前还在烧钱盖厂房 2021年6月份才开始生产叶片 不确定尽力是多少 等国内订单消化完 长期要看亚太地区的风力发电需求 亚太地区风力叶片生产厂商都在中国 但多以供应上风力叶片2横线4MW为主 跨入大型离岸风力叶片8横线10MW以上有其挑战 此外由于离岸风力叶片由于维修不易 因此对可靠度要求极高 对新进者而言没有供应实际情况下难以进入 预想剧本是5月份看知情人士是否有购入股票 如果有动作就小买上车等 6月份投产后开出财报会涨一波 之后下跌回稳届时市场估值才会准确